黄冈师范学院地属厄东离湖北省会武汉有一个多小时车程 自2018年7月以来 该校在近一年半时间里接连引进台积博士24名 另有4人达成初步一项 12月23日 台湾府人大学博士潘丽文与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签约 开启大陆逐梦之旅 潘丽文称 台湾高校教师市场饱和 他只能在高校兼课 想做一名教师的潘丽文表示 在大陆有自己发挥的舞台 我觉得这里有我发挥的舞台 因为台湾毕竟地比较小 人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边是一个可以完全琢磨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 我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 我想要一直想要做老人这一块的舞台 台湾府人大学博士王涵清 2019年2月以特聘副教授身份入职 因为入职早 不少台湾青年会向他询问在大陆的情况 在他的推荐下 先后有11名台籍博士到黄冈师范学院任教 大陆这边他整体提供的科研环境 还有就是授课的环境 其实还是比较好的 对那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尤其是在研究的这个部分 那因为毕竟我们就是 就是就是在经过硕博士的培养 当然都希望自己能够在研究方面多有一些发挥 那大陆的高校其实提供了很大的这样的空间 对所以其实应该就是会有蛮多的台湾老师 就是很愿意来这边发展 台籍教师深受学生欢迎 不少学生表示台湾老师上课 注重以学生为主体非常有趣 就是台湾老师比较注重 就是我先说的就是学生的主体地位啊 然后就是团队合作能量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不同的 他们主要不是在课堂上去授课 而是去参与学生的讨论 然后再给出自己的建议 这样的话就会让学生和老师的距离很会拉近 黄刚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王立斌介绍 为保证台籍博士在校工作生活书星 学校为其打造学术研究团队 建立住房保障 配偶随签 子女就学等全方位服务 近期学校正在筹建台籍博士之家 为台湾人才学术交流提供固定场所 我们都是像家里人一样 安排让他们在这里温暖 尤其有些节节 我们会走着他们走一走看一看 感受到一些变化 也感受一些家里温暖 所以他们都能够安安心心在这里 来从教 近年来 科教大省湖北通过每年 设立1000万元专项资金 建立一批清创基地 启动千港银台清计划等举措 鼓励扶持台湾青年来厄发展 截止2019年6月底 在湖北任教的台籍教师 有100余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